歡迎來到阿明師宇宙 今天阿明師教大家 神仙怎麼洗頭的 神仙洗頭法是阿明師在 查這一個手指書頭 這個養生功操時 它出現某一本書 他就說這個是神仙洗頭的方式 我覺得蠻有梗的 就分享給大家 但其實啊 手指書頭是一個 已久的養生功操 它跟叩齒 跟樹筋 就是說叩齒樹一樹二 都是一種養生的功操 那這個養生的目的 阿明師這麼解讀 是要調節頭部的自律神經系統 我們在唸二關節對身體影響 還有臉部瑜伽 這兩集呢都講到 頭部它是有自律神經的一些 調節的陰陽的調節 那這個頭部自律神經系統 平常啊 最常失調也在這裡 會讓我們容易焦慮啊 然後會覺得緊繃 生氣 睡失眠 可能都有 我們怎麼樣簡單的 除了前面幾集講的內容外 再來平衡放鬆頭部呢 今天就要講這個功操 我們先帶到我們的How to 就是我們用我們手指頭的背面 反梳喔 這個叫抓 這個叫梳 好 我們用反梳 用指甲這邊去刮頭皮 額頭 涅部就是偏頭 冰冰 臉部的地方 不要去這麼做的原因是因為 它這樣子容易抓傷我們的皮膚 頭皮 並且把頭髮扯下來 那對很多人來講 頭髮掉下來 跟天塌下來是一樣嚴重的 所以記得一定要反向那邊刮 好 很簡單呢 但為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張圖 我們會知道 頭 面部 至少在耳朵這條線以前的一般感覺 就是說 痛出溫壓啊 這些感覺 其實是三叉神經所主導的 並不是說臉面就是臉面神經喔 不是 所以說現在給人打一巴掌 哎呀 好痛 其實是臉的三叉神經在傳導這個痛的感覺 那所以啦 你知道我們身體 平常的日常生活 讓我們是緊繃多還是放鬆多 你也知道 你很放鬆的話 你也不用看自己啦 恭喜你福報很好 我們平常頭最常見就是 我們交感 就是羊的部分 太亢奮 它maybe 會產生我們的一些 念餌關節的不平衡 我們在念餌關節那集有提到 也有可能你沒有念餌關節平衡 但是就會覺得緊 麻木 痛 那平常我們就是去平衡它 做法呢就是去輸它 一天輸幾次呢 隨便的 真的 這個沒有輸幾次就有什麼功效 你就反而你沒事就多輸 只要不要怕破壞髮型就可以啦 或者是不要弄化妝也沒問題 我們這樣輸 其實有些人 因為知道針灸有補屑 他就會覺得 欸我這樣子輸 是把我的三叉神經變得更強 是變得更弱啊 會不會我適得其反 弄巧成拙呢 其實不是的 我要提一個概念 覺察即是平衡 身體有些地方越來越強 有地方越來越弱 往往不是因為它那個 好像瓦斯爐一樣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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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開下去噢噢太強 啊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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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噢噢噢噢噢變太弱 不是 而是你的身體 因為你在在意這些外面的環境 煌心的事情 就忽略你的身體 所以它該調節wier解 你只要喚醒它的覺知 有的是輕敲 紧绷 再开下去 太强 关起来 再变得太弱 不是 而是你的身体 因为你在在意这些外面的环境 烦心的事情 就忽略你的身体 所以他该调节没有调节 你只要唤醒他的觉知 有的是轻敲 比如我们在连接回来 王伟全医师有一个情绪排毒敲打法 这也是类似的道理 就敲 要是敲经络 敲区域 敲 疏 都会增加你的身体 对于这些区域的觉察 而帮助那该地区的 神经 筋膜 血液循环做平衡 那你身体其实就会回到一个 本质具足的状态 自己可以修复自己 所以就很多小孩啦 比如你叫我朋友好好念书 你就是要给我好好听话 不可以给我交女朋友 赶快给我交男朋友 有时候你就是你这种关心 过度的一些控制 就不见得好 你要的是觉察他 就是关心他 欸 怎么样啦 不要多做什么 也不要不做什么 那如果说你对脸呢 就特别要保养 也记得啦 我们先放松三叉神经 羊先抑制掉 我们再来提升我们的阴 才能养阴 人家笑做脸部瑜伽 保养 那所以这个时候 你再回到脸部瑜伽讲的 就是拉长颜 Why you long face 那做一些拉筋 脸部的皮肤的按摩 其实就可以了 那保养你的法令纹那些 关于太多文会另外再讲 这样我们就说完了 这么一个博大今生的 古代养生的一些小诀窍 我们讲得这么西医 不够中医啊 阿明是用中医再讲一遍 脸是如阳明卫经的巡行啊 脸为阳明智慧 所以我们要放松我们的 竹阳明卫经 头呢 上面是我们的竹太阳膀胱经 侧面呢是有少阳经 有我们的手少阳三角经 竹少阳胆经 所以我们这些脸部的经络 都疏通了竹阳智慧 所以说呢 养生就是说春三月呢 要疏头养阳气 苏东坡也说 你这样子疏头呢 会比较好睡觉 这就是我们中医的古老智慧 疏通我们的经络 让大家有没有觉得比较中医啊 好 我们下回见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